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后曰 诺 自君之所使之 这是一个老太太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是嘴上也不太好意思明着承认的这样一个话术 叫做是的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 她也没有明着说 你把长安军带走吧 我把长安军派出去吧 没有 她说我知道了 你想怎么用这个儿子就怎么用吧 于是为长安军约彻百胜之与其骑兵乃出 当然就把长安军派出去了 去齐国做了人质 换回了齐国的军队 挽救了赵国的国运 那讲到这里来讲 当然长安军就已经对赵国有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来想这个时候 其实左师触龙已经劝服了赵太后 我们想想她是怎么劝服赵太后的 第一步 她在劝之前 根本没有去说任何跟长安军有关的事 而是先让太后不抵触和不生气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劝别人的时候 都想的是我怎么用道理打败你 但是触龙的第一步 是先让你情绪缓和愿意听我讲 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 当别人不想听你讲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当他想听你讲的时候 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读韩非 韩非子 他有一篇文章叫说难 大概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劝说君王如此之难 就是因为君王在听你讲之前 他心里首先对你是打问号的 是不信任的 他不想听的 如果他不信任你不想听 你怎么讲都讲不到他心里去 他说所以呢 一个人在劝说君王的时候 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取得你的好感和信任 如果他对你没有好感 没有信任 你就什么都别说 里边还曾经讲过几个故事 比方说质子一灵的故事 对吧 宋国 有一个老头 很有钱 家里的墙被雨冲坏了 他的邻居说 你的墙坏了 小心晚上遭贼 他的儿子说 我们家的墙坏了 小心晚上遭贼 两个人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当天晚上家里遭了贼 这个老头呢 就觉得 我的儿子真聪明 要先见之明 谁偷的呢 肯定是隔壁那人干的 因为他前面讲了 小心晚上遭贼 韩非就想用这个故事告诉你 人在判断的时候 是会受到自己的感情的影响的 所以如果他在气头上 你千万别去劝他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两个人吵架 有时候甚至家里边 对吧 就是这个老公跟老婆两个人吵架 为什么越吵 越吵不赢 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们在吵 你只要是吵架的态度 是无论如何 赢不了对方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先把这件事 变成不是在吵架 而是在心平气和的探讨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很多直男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事 谁对谁错 但是其实这个女的 谁对谁错都不重要 你只要跟我讲 你就错了 你的第一步是 先让我消消气 所以我们去看这一段 其实特别有意思 这个左师触龙 绝对是个情长高手 他去劝这老太太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 先让你消消气 我一进去一看 这老太太生气而一枝 恨不得我进去一开口 就要打我一嘴巴 这时候怎么办 先假装自己跑不动 对吧 往那挪挪挪挪挪 挪到别人跟前的时候 老太太这时候已经等得快不行了 老太太说 那行吧 你怎么来这么慢 出龙说 哎呀 我的腿脚也不好 怎么着 最后三两句话 老太太 很开心了 开心了之后 我再跟你聊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叫做 让别人感情上愿意听你讲 第二步呢 劝他的时候 永远站在他在意的角度上进行劝说 而不是站在你在意的角度上进行劝说 大家知道为什么左师劝赵太后就能够成功 前面那些大臣强健拼命的劝 结果是什么 老太太说 谁在劝我吐他一脸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就是因为他们站的角度不同 前面那些大臣站的是什么角度 站的是为赵国好的角度 站在了老太太的对立面 老太太想让谁好 老太太认为儿子比国家更重要 我不能对不起我这儿子 我是站在儿子的这个立场而考虑问题的 所以那些大臣怎么劝都劝不动 但是你看触龙是怎么劝的 触龙根本没有讲对我们赵国好的事 他讲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对你这儿子好 你把他派出去恰好是对你这个儿子好 这就是他的立场 你这个立场一旦立住了 那其实太后是一定会把他派出去的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 想要去说服别人 不要整天想自己要什么 想一想别人想要什么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小朋友 比如说希望出去参加个夏令营 然后就在家里劝爸爸妈妈 让我出去参加夏令营吧 我们同学都在参加夏令营 我们能一起玩 完了越劝越不让你去 爸爸妈妈心里想的是 就怕你暑假不好好完成作业 对吧 出去鬼混 这个胡碰狗友的 所以你其实根本就没有讲到 这个父母在意的事 你应该怎么讲 你突然发现他们在意学习 他们在意完成作业 你应该怎么讲 你应该讲的是 哎呀 第一 这个要劳逸结合 才能学得更好 对吧 第二 你看我们作业里面好多文章 好多作文 我没有素材啊 我这搞个夏令营 是不是就能够有素材写作文了 我肯定把这作文写得特别好 第三 我们很多同学老师都跟着一起去 我们去了之后呢 很多问题 我正好暑假作业不会的 我去问他们 第四 你放心 我肯定先把作业写完 或者我肯定把这作业写好 你爸妈为什么不让你去 是肯定会让你去的 就是你把这个 去夏令营变成了 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变成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怎么去劝别人 这点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去研究别人 因为嘴巴在你身上 但是腿脚是别人的 你想要让别人干事情 一定让他从心里面乐意 所以要去研究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是佐世初龙很厉害的一点 当然讲到这里的 我们最后再倒回去 我们再看这个佐世一开始的 这个所谓的说 关心一下你的身体 说我最近腿脚不太好 我最近吃不下饭 然后讲了一段话说 我现在也不太想吃饭 但是没办法 我得逼着自己走走路啊 这个时候我就能吃下去了 你突然发现 这句话其实是有深意的 什么深意呢 就是你为了长久的打算 你可能要忍受一点眼前的痛苦 我们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一点 我哪怕是病足 我为了让自己身体好 我也得拼命的想办法让自己吃下去饭啊 那吃不下去怎么办 我得逼着自己走走路啊 这个道理不是跟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长安军派出去是一个道理吗 你是疼爱长安军 但是没有办法呀 你为了长久的好 你得把他派出去 就好比说你咬着牙走两步 但是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就像我出去走了两步 我的结果叫稍易适时何与深夜 我的身体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对吧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 看事情要看长远 有时候劝别人从长远打算 长远考虑去劝别人 不要仅仅从眼前 眼前的得失只是一时的得失 长远的得失才是真正的得失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精彩 触龙睡着太后 在这样一个很难劝服的情况下 别人已经非常的生气 然后做好了所有的防备 对吧就是你来了之后 我一句都不想听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 这个触龙讲的这个所有的话术 可以说都是一个完美的教科书式的话术 我们可以好好去琢磨琢磨 所以这篇文章讲完之后呢 后边有一个小的评论 紫义问之 紫义就是赵国一个很贤明的人 他听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 由不能是无功之尊 无劳之凤 而守金玉之众也 而况人尘虎 他说就连那些君主的孩子 如果没有本事 他们的亲儿子都不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一直到最后 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的孩子呢 我们臣子们的孩子呢 那这句话我想对于各位 去思考自己的孩子未来的发展和出路 也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生活的幸福 但是什么是让他们能够生活的幸福的东西 是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钱吗 是给他们找一份好的工作吗 通过我们现在的能力 让他进了国家的某一个单位 让他进了某一个特别有发展的公司 还是说给他留几套房子 还是说让他嫁入豪门 你到最后发现都不是 真正的能够让他长久获得幸福的 是你培养了他独立的获得幸福的能力 比如说让他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比如说让他自己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挫折 比如说让他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幸福的东西 能够获得幸福 所以我们以前做教育讲一句话 叫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第一个鱼是你直接吃的鱼 第二个鱼是带三点水的鱼 你教他什么是最好的 教他获得幸福的能力 是最好的 我记得在我们现在的小学课本 一年级不编本的教材的第一篇文章上面 我那天偶然翻到 很有意思 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呢 小白兔和小黑兔 要出去要菜吃 家里很穷 小黑兔就要完了菜就完了 小白兔要完菜之后 多要了几颗种子 回去之后自己种 到了第二年 小黑兔又来药 小白兔就已经可以吃到自己的菜了 然后那是一年级的一篇课文 但是那篇课文的结尾 写了一句话 他说 小白兔懂得 只有自己种 才有吃不完的菜 就是只有这个能力是你的 你才能够永远的享用它 如果这个能力是你的父母的 这个孩子当父母不能保护他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了 有的人说那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比较高超 父母的生命比较长久 你能维护得了这一代的孩子 你维护不了再一代的孩子 这就是佐世出隆所说的 尽者祸及身 缘者及其子孙 所以如果想要自己 真正的未来的孩子们幸福 那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是让他们成为有价值的 对社会能够创造价值和有贡献的人 我想这就是 今天我们在读的这篇文章 可以给到我们的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不仅教我们如何去劝说别人 也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去培养 去爱自己的孩子 好那今天关于 触龙睡着台后这篇文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